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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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的许晟 领外了我们的易得台样 大家好 还有我们今次的特别嘉宾就是 有关于HKTVMod的商户王先生 这巧又是姓王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請記得幫忙按讚我們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不要介意了 黃先生你也是HKTVmall這次商戶裏的苦主之一 很感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先講講最新戰況是怎樣 或者前因後果是怎樣 話說突然間就有一堆苦主 就去了HKTVmall的專業大洗版 追數 叫他快點還錢 找數如何如何 我們從一般市民的角度 這些八卦的人就會看一看 真的有相關的苦主群 也看到大家在裡面 又不只是情緒性的宣洩 也有講自己的苦放究竟是怎樣 最多最多會看到 就是說到期都叫做收不到數 就是我的貨就給你了 單就做了 你貨都送了 但是我們又收不到錢 話說可能在什麼時候 每個月就 約莫 我沒有記錯 黃先生可以指正的 就是30度左右 就會截單 接著就去到下個月的 接近 不知多少多少 就會發單給你 接著就會結帳 但是現在就不結帳 那怎麼辦呢 看到有一些商戶也說 罰款那方面 是很恐怖的 也叫做很可怕的 待會 黃先生也可以解釋一下 當商戶黃先生 還沒解釋之前 我們看到 另一個黃先生 就是黃維基 他就在Facebook 親自回應了 如果我們從商戶的角度來看 真的看到眼火爆 就說 喂 黃維基 抓數 現在 他就說 我們集團有10億的現金 以及流動資產 加密碼 10億 喂 我有10億在這裡 你怕我沒有錢抓嗎 抓手 現在 還有 似乎 我自己看下去 他就不是直接 由他自己說的 透過資訊科技商會的榮譽會場 方寶喬的Facebook 一起去說 假裝了一個 拋鞭鵝 喂 黃維基 現在有些商戶走來說 二月的錢 發貨的錢還沒找 喂 不是呀 我認識有10多個 HKTV Mall的商戶 都說有這樣的問題 又說如何如何 還說有些留言 大家就害怕 黃維基 害怕 我們年終公佈的財務報表 你沒有看的 意思是 有10億的錢 這麼多錢的 我告訴你 你有10億還是100億 你不給我錢 我就誓是假了 是不是呀 商戶的黃先生 你玩資金盤 沒有關係的 這些東西香港人不理解 但是你大陸那些 根本上你多少錢都沒有用的 如果你不結算 那你還是有問題的 兩個點來的嘛 你有100億都是這樣說的啦 你的問題是你按時 找數就是 就是大家合作的基本條款 還有 我們賣東西是 你有抽水的嘛 本身你都不是收 就是你收十成 你不用給足的嘛 那你只不過人家要計算那個折扣的貨款而已 那不是那麼難而已 我只覺得 你這樣說啦 他們的發言人 真的說 同日已經立即回應了 哇這些消息 全部都是謠言 不是事實 他講到底呢 他只是說自己財務穩健而已 但是對於呢 他說有沒有根據合約出貨款呢 那麼他就這樣說啦 他說每間商戶收取貨款的次數不同啦 又要看回你們那個合約那個列明那個發放周期報表啦 就會出貨款的 那麼他就說的 每個月的最後一天呢 就是這個節數日 而財務部呢 就是一般來說 在節數日之後 10天 或者15個工作天之內 就會經過電郵發放這個 周期報表 還有呢 這個貨款呢 就給商戶 那這個意思呀 每個月 當你30號節數啦 就是下個月的10號至到15號左右 就一定會給你錢 那這個情況是不是呢 我之前做是的 但是我本身很小的銀碼 還有現在一個問題是在於 一些人如果我繼續出單 我繼續出貨 如果最後演變到 是要可能司法程序去追的時候 那其實那些商戶的成本就是幾何級數的 就是我們有些人留言就欠70萬 幾百個 賣家資那些 那如果他繼續出貨 那這一兩個月就繼續出貨 如果他真的 可能 可能突然間 真的要去到入追數的 那他們變成了就是兩頭無道岸 就是那個荷包就 就已經是貨款去了 就算你 在大陸入貨點便宜 也要三折 你怎樣也不見了一部分先 你想真點 所以呢 到時候 剛才商戶王先生這樣計算的話 老實說 這條數這麼大的話 一定已經超過了小額前債審財署 那個數 如果這樣的話 那麼大 你那個牽涉的律師費和法律成本 就算是很重 和很高的 那我們從這個角度看 現在 他說 有找數而已 或者他告訴你 他找數的機制是這樣的 但是我其實拿了很多媒體的報導 說回 他沒有交代 是不是真的 你們有給足定期 按時 給貨款 這裏似乎是有欠的正確解釋 我們再問 你們那個苦主群 其實也有很多人在說 哇 我告訴你 你有十億 你不給貨款 我細是假 甚至乎還說 媒體 你跟我說會去聯絡 HKTV那裏 就是問他們的財務還是怎樣 我找了他們幾個月都找不到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幾個月 這樣的 你要理解 其實他一直是很古怪的 我最新倉庫的時候 已經知道 最初就是找一些WhatsApp 叫人們倉庫去公司 倉庫的時候 就回覆你很快 就像寬佛合約那樣 你還沒簽約就很快 入了數 簽了 就 當你開個帳戶 然後你就開始用 有些人回覆你 你怎麼操作 上架 你這樣做 然後 你用了幾個月之後 你所有問題 基本上都不能有直線聯絡 沒有電話 有一次 我剛才開用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找一張單 我知道有人買了東西 但我不知道怎樣找一張單 因為它是分兩個網站 兩邊樂言 右邊看不到 接著要找另一邊 我就特意打到廣告部 再跟廣告部說 廣告部一定接客的 一定聽電話 聽完之後就說 我試一下幫你 require 你立即打過去說 你打得通嗎 要這樣 要不然你只能經它平台的留言 那個網頁 留言不是 立即回覆你 有個網頁 類似email 但你不是email給它 你總之就是 有個網頁打你什麼事 什麼公司 跟著跌字 什麼情況 上載給它 它就會寫兩至三日回覆你的 email 你可以email 兩至三日回覆你的 這樣嗎 回覆你可以只是跟你說 處理中的 是的 這麼大劑 那拖著拖著 那不用搞了 最慘的是你不能打電話 例如我的手機用不了 我打去電話公司客服 它立即在後台告訴我 我叫處理了 你拖也沒所謂 我起碼知道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 首先第一步 它管理上就已經是 所有東西都會 迫你們 下了閘 你在門口排隊 自己 我之後再處理你 這樣 嘩 那為什麼 你是不能打電話 除非一個個案是 你去到極端一點點 就是你的人親身上他公司 然後找他 再搞不定 現場馬上打三條狗 這樣就可能 弄到 不是吧 例如當年七友善 你就可能 不然就應該沒什麼機會 去理你 應該說 那當然了 因為話說 我見商户王先生 剛才跟咪喉都說了一點點 因為你簽和他們的平台合作的話 你是要付一些類似加盟費的東西 是不是 它是年費來的 有便宜有貴的 最早那些是18000元一年 然後有些便宜的 自己送的後面是6000元而已 但是也不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簽了之後 就會要交更多的錢 何謂叫更多的錢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拿到你的錢 因為我之前也傳了一份 他們有關罰款罰則 我明白了 它裡面是有一個列式的東西 去罰款 本身因為你以一個常識來看 你不覺得那份東西有什麼問題 因為它寫明就是說 如果收到什麼法院 機構 就是違反 或者傳義 書面通知那些 那它就會 charge你那些 牽涉香港法例的罰款 但是實際上的操作 就不是的 實際上操作是 他們有個部門叫QA 他們的部門 整個QA說你有問題就中了 哦這樣 那商戶王先生呢 他也給我看過那份罰款 其實都挺狡惑的 就是跟這個王維基的性格 或者叫做名字 就有些狡惑或自己叫做多桥 究竟多桥還是狡惑呢 剛才商戶王先生 他就說那些什麼罰則 跟什麼香港法例 這些那些 他就把這一堆東西 就排到好上的 例如藥物 或者賣假貨 或者這樣那樣 犯了哪樣法例 你就要罰多少錢給我 都罰得挺金 挺嚴重的 但是其他那些魔鬼在細節 那些 我們納一納 就是例如 如果你不配合 HKTVmall那些什麼 感謝祭什麼祭什麼祭什麼祭的節日宣傳的話 都要罰你錢的 不配合都不可以 不配合都不可以 一定已經上了這個船 例如聖誕節 他都有寫類似的 聖誕節那些什麼推廣那些 我不知道會不會叫你們全人類做什麼的減價也好 或者全人類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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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這些感謝祭是肉隨真板上的 那你一定要做的 不跟就要罰錢的 例如那些客人 你給貨進去他們的倉還是怎樣 你遲了 或者你早了 早了都不行的 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那他的意思是 你給貨我 給遲我 給早我的話 搞到我送給客人 送得不適合時間 影響了還是怎樣的 又罰你錢的 總之很多東西都可以罰你錢的 那到時候商戶王先生 不知道你會不會 在收到訂單的時候 哇原來今天罰得這麼多錢的 其實不止我的 普遍其實其他人都是每個月定期會 有些五百一千這樣子的 那最早期的時候 你也有流量 那些人就算了 當交租 賀給他 就沒有理會 因為你一直都是這樣的 你夠大就沒所謂的 但是現在他突然就是罰款罰得好 因為他的計法是累計性的 好像有些客人是 他本身做貓的清潔用品 那他就是有牌子的 其實是拿牌子的 就是賣殺重藥那些 但是不知道可能他 就是上載產品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 上去上載之後 可能有些描述 就不可能不符合他們的 那個HT 摩要求 他不是說你漏了 我打給你問一下你有沒有牌子 你沒有牌子可以賣的 你現在漏了 他不是的 他一槍就直接下載你 這樣下載之後就罰錢 逐條SKU跟你算 嘩如果你有100個產品 是沒錯 他就是抄車牌 他就是你為例泊車 逐分鐘跟你抄 這樣吧 我又說清楚 雙户王先生這樣說 可能他說 你的罰款那些條文寫了 你自己中招 小姐關人貴事 可能是黃維基那些 我們很清楚的 列明那些罰則 大哥 但是你寫得好像 有點合同 我讀給大家聽 合約條款第3.1.6項 沒有向HKTV Mall提供清晰和邪動 或適時的產品描述 每HKU計算 就是100元 這樣罰法不是很嚴重嗎 什麼叫做 感覺就是HKTV Mall 覺得不清晰 還有 不適合的產品描述 我就要每HKU罰你100元 你覺得不清晰 我覺得很清晰 口同被爭 但是主導權在你手上 你就可以罰我了 基本上是的 因為他那個QA Team 基本上就是集中做這些 另外有些他們拿去屯門倉那些 他們是有個商品說明條例 例如你賣水貨賣其他東西 一定要那張貼紙寫著你什麼公司 然後有一點警告字句 那些不知道拿來做什麼的貼紙 香港法例是寫明有需要要有那張貼紙的 但是其實就是有寫的 但是你很少會去旺角那些水貨市場執法 或者是之前阿布泰才去查的 不然就很少會做這些東西 但是他就會開自己的客人的貨 看看有沒有那張貼紙 一沒有就會再計算 就是你賣水貨了 還有啊 我看到他這些什麼罰款什麼什麼 那些什麼古靈精怪的那些 他最後還有一句東西寫到 都挺可怕的 他的意思是說 罰款那個罰的金額 剛才就說每SKU只有一塊錢 他遲些加到三塊錢 四塊錢、五塊錢 甚至加到一千元也好 他也是可以 不用通知你們先的 就是你們各個商戶 他改了一千元的話 然後他再上載 之後就說會直接生效的 這個就是這樣的 他的合約就寫明 那個合約有機會條款會改的 因為他是網絡公司 也是理解的 但是他更新條款的操作 就真是神乎其其 就是他更新條款 是純粹的電郵發給你 那你發給你可以看不到的 或者你不清楚的 或者你不了解的 沒有證本 不需要你有封信 或者一個電郵去簽名確認 你看了 這樣就生效了 沒有確認也不用的 他怎樣加都可以的 之後變成一千元一支 他不止的 例如有些之前他玩英國海外送的那些 他突然間改了就改了 他改就改了 不知道原生是這樣算的 後來可能他覺得有問題 你一般會轉入 就傳給你就是了 不行了 這太過分了 你一般來 這是一個點 另外有一個點 這一點都很恐怖的 我想一下先 你當他罰款的操作方法 他突然間一傳 可能你沒有手動去改了你的SKU 例如之前有一宗食物那些 食物那些人就想容易被人搜尋到 然後把Hashtag都打在名字上 然後他就說 不可以在名字上打Hashtag那些字 那些不知道什麼8A 還是怎樣 然後如果發現就罰錢 你只是字而已 他不讓你打Hashtag 因為他本身不知道Hashtag 另外要付錢 然後他就不能一板地改 你不可以進入他的系統 我搜尋這些東西 然後逐個字 打打打 然後確認改了 不可以的 逐個按 逐個按 逐個走進去 逐個按 逐個save 我想像得到 如果客人有四五十個SKU 他又發夢忘記改 發夢忘記改 就直接中了 嘩 這麼棒 開個部門出來 例如祝你們這些錯處 祝你們這些錯處 不是做的 也不是做的 是研究如何用他們的情況去責任 嘩 還有什麼恐怖的事情 湘湖王先生 這個也夠恐怖了 是啊 聽他們打冷陣 這樣的話更有趣 系統又炸 對於那個系統 這個就不太好用了 還有其實 是不是要送他們屯門倉 還是怎樣 有兩部份的 有些是自己送的 他沒有那些流量扶持 那些 自己送的 就沒有被人罰那麼甘 不會因為送貨這個問題 或者 爛貨 或者客人退貨 因為這樣的 他也有些情況 是 正常的客人退貨 退款 他有些情況 就是客人沒有退貨 但是退款 這樣的 嘩 賣那些 有些都挺誇張的 就不知道他 賣一些盲盒的東西 然後說明就說不一定中的 然後客人收貨 開完之後就說 為什麼不是這個款 又不知怎樣 然後就退了錢 這樣嗎 這麼瘋狂 會不會有罰你們的錢 想些什麼 會的 會中多一下 放心 一定不抄一下 放心 你將單有瘋 有時就會中多一百元 哎呀 嘩 我看到有些 苦主在留言 意思是說 有時是客人 開箱 戒爛了一件東西的 你又屈是我 那件貨有問題 導致要退貨 所以又罰我錢 那很金 不不 其實罰退貨退款 都是小事 是那一百元的問題 嘩小事 你明白嗎 我那件貨 不知道 可以運輸一些東西 網購這些東西 就會有意外的 那你退貨退款 這些大家都明白的 做電商都明白的 但是如果你說 退貨退款 還要中多一百元 就很嚴重的 這些東西 大陸都是很平常的 這些東西都明白的 但是 最大的分別 就是大陸有電商法 有什麼事 就算你可以告那客人 大陸有些很誇張的 就是有些 搞六元的緊退款 就是六元 就是我緊退款 按鍵 那樣 平台就給他了 然後那客人就拿了 賣東西的資料 找律師行 告他 只是索償律師費 和那六元 就照顧得入 但是香港就不會這麼小 額都可以告他 他會很容易 就是 總之買貨的 糟糕了 那現在就好 明白 還有看到 現在大家的 虎主區留言 都有相當多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不找數那裏 那裏究竟是怎樣呢 什麽 他不出結算那張單給你 那他這個是一個操作技巧來的 就是我們未計算好數 我不打給你 那什麽原因計算不到數 他不會解釋給你 即使現在他就語言藝術 就說 我們 月尾就會結算的 不過 他可能吞了另一句 就說 其實有一陣子 就還未計算得到 未結算到 所以就不找了 結了算了 我就會找的了 那這個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你覺得他 我覺得是 其實最主要有些人 怕是怕我 如果我 我二月 都未收到一月 那我二月再出 那那裏搭兩個月 那你三月 我還買不買呢 因為又有個問題就是 你很棒的就是 你不賣 就不是說你不出貨就沒事的 你不出貨就逐張單罰一百元 即是如果你 他有客戶打了給錢 那他出不了貨就退款給客戶 不是的了 他私底下是會罰你一百元 一單的 本身已經 那變成了 他們除非是直接汽店 接著就是追數 即那個商戶有個壓力 就是他除非是汽店追數 否則他就可能還要被迫 要給貨 即是幫他寄 就是防止罰那一百元 汽店是怎樣呢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產品 在平台上關掉 拉下來 你手動 手動拉 手動關掉 你要手動關掉 你自己不可以 是啊 他的平台 玩死啊 即是他不可以Shopify 很醜陋、簡陋 我相信是 我沒用過 但我聽你這麼說 是一個非常簡陋的後台 是嗎 他不是全部都是Taylamic 但寫的那些人 就真的是 很垃圾 那些東西是 明明都不用那麼複雜的 但他寫到程式可以寫得聰明 和寫得蠢的 他就是 幾公里都還未到 那些 他無需要寫得這麼聰明 因為他可以製造多些陷阱 讓你們跌下去 是嗎 我大概納到你們的 流程和罰款那裡 我估計有一部應該類似是這樣的 如果有客人就下了一張單 例如可能要黃先生來的這件產品 如果你沒有在適當的時候 cancel了 說我沒有這件貨了 做不到這張單 cancel也罰錢的 cancel也罰錢的 是啊 好像cancel就每一張單 還要罰你100元 是啊沒錯cancel也罰錢的 嘩 所以你是直接綁起了 除非你是氣墊 不然你就被它綁住 還有最麻煩的是什麼呢 你們又給了那個叫做年費 年費 那個收不到的 我知道 但是你在一個在商延商的角度 你也要用的 希望你每年做的生意 起碼都要遮蓋這個年費 是不是 這個也正的 說一下那個續約 那個也很正的 他要三個月前通知他 是不玩的 但是問題是 他現在網上就報稱 他有人通知你續不續的 但實際上他是不會通知你續不續的 他說會有人跟你說 喂你續不續約 你的電話 他不會的 他直接不發聲 那你想想 不如不玩 可能早一個月 不行你早三個月 說cut 不cut 接著你有貨款的話 下個月自動幫你自動自動 幫你續了 你續了 接著他又訂單給你 快點去交年份 不用的 扣了 你還在賣錢 還在賣錢 對呀你錢在他那裡的嘛 他自己幫你行的 對呀 很AI的放心 扣錢又扣得快 很厲害 扣錢扣得很快 罰錢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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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麼人持的 不不我不清楚 總之你賣了東西 有些錢在他那裡 對呀 扣了在那裡 沒錯 他會幫你退了 例如可能 那個客人做70萬 剛剛上個月中了一個核彈20萬 直接扣20個 如果你扣不到 例如你只有幾千元 扣你六千元 類似比例這樣說 他就會另外出張單給你 說你欠他那塊錢 然後欠他那塊錢 不知道每個星期要計息 嘩 你回答你怎麼算呀 真是糟糕 難怪情況會這麼穩健 又有10億 有入沒有出的 你的商戶想走也不容易 我不清楚什麼事 總之他操作是可以這樣操作 這個是有發生的 是不是大規模發生呢 我又說不出了 沒有證據 明白 暫時在群組裡面 對 好了 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假如你們放棄HKTVmall這個平台的話 還有沒有其他平台可以讓你們有生存空間 其實是沒有的 最主要是他能惡賭 就真的沒有 因為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香港那些 他們不是有些人說什麼輪住買呀 市多呀 那些都行嗎 那些其實全部都不是那些東西來的 你當最強的話 就是Priestop.com的了 算是 但是他衰就衰什麼呢 他衰出不了單 即是他只是一個價格顯示平台 價格當然是呀 他只是顯示資訊 他知道你有資訊 但是我不知道買不買到結貨 即是很多時候Priestop.com就是空標來的 即是你按下去 我買就沒有 即是這樣 Priestop.com就有些人就放了商戶的網址 你按下去你才從那個商戶的網站買東西 這樣也可以的 是啊 但是那個流程太繁罪了 即是我買一樣東西就是我進去按鍵 我就要買到 這個是很基本的東西來的 如果你做不到 其實那些人真的看完就算了 即是他去不了 那你 就算了 是的 那你旋轉拍賣的那些又是空標來的 即是有時候可能那些產品在那裏 你PM它又可能放在那裏 我跟你去說話的時候 可能我交流 可能要花15分鐘20分鐘才成交到那張單 即是不是說他按鍵下了單收了錢 接著我只知道要寄 接著我立即寄回 那就完結了結合 就不是這樣 最主要是欠缺在這個部分 那你說那些輪著買的 其實根本上就是那些廣告產品 你入標東西給他 接著他那個period裡面幫你試一下散 然後散到多少再計算 即不是一些那麼快反應式的電商平台 如果你說跟大陸比起碼落後10年 現在暫時在香港最先進就是他這堂 還有那個支援率最大 是的 如果你說唯一一個有機會 可能跟他麻煩到他 我看過是只有美團 美團 即是如果美團他開放一個商城 就有機會 就有機會 嚴重影響他 因為別人不會這樣做的 我簡單來說 全大陸最恐怖的那個叫拼多多 你持交貨也是罰你6元一單給客人 你聽清楚 他是罰6元給客人 他是罰你6元給客人 或者你不記貨 他可能就罰你6元給客人下次買東西 他也是罰6元而已 那你說另外有些科普有些 罰七八十萬是有機會的 但是是說 你在拼多多那裏做生意 做幾百萬 接著他發現你有一件產品 他賣你一單 然後拿去驗 驗完之後發現你這個產品 跟你描述那件事是有分別的質量 再計你的銷售額 再罰你錢 別人是這樣玩的 就不是好像他那樣的 就是別人是有證有據斷正你的 就不是他這樣 我們說是就是這樣 好一點 你的意思是拼多多別人做得了 怎麽說 別人就是跟法律 有些事情你 你自己認知不夠 所以有問題 但是不同他這種 這種是直接 你永遠不知道罰款的戒指在哪裏 最主要是 就是我跟規則不要緊 犯法是不對的 犯規不對的 是的 而且有個位置是很奇怪的 就是他現在是有一堆罰款裏面 是用政府法例罰 但是其實那些錢 就不會落政府付房 那麽大齊 哈哈哈哈 就是你不明白的 就是按著搶而已 不是吧 我之前是有找過某黨的律師諮詢免費 就是不開名 我真的問過一個問題 其實HT Mall你可以用政府法例 罰商戶的錢 你當作合約的話 那是否我自己可以抓人過馬路呢 抓抄牌呢 喂 這裡是為例的 抄牌我可不可以幫他抄 他給錢我可以嗎 不行的 就是很簡單一個普通言論 就是我有沒有犯罪呢 我有沒有犯罪呢 我就是知道 我如果抓人 還過馬路問人 拿五百 是不是非法所得 當然是非法啦 你沒有執法權嘛 但是他是有 是啊 但是HT Mall這件事 你本身看的時候 你以為他是希望 寫出來是大家遵守香港法律 就是一個 Touchwood 真的是政府起訴 或者有事 就可能有這樣的服務charge 那你覺得很理解 因為我斷正 但是現在不是的 我還沒斷正 你就charge了我 就是按住搶的啦 是啊 就是裡面有一些條例 如果你政府 真的地毯式在香港執法 其實很多人都有問題 就是很多商戶都不符合的 但是問題永遠就是 政府charge or charge 是另外一部分來的 就是他會可能跟你說 你不要這樣做啦 你... 有時候著情的 是啊 就是你這個東西不對的 如果你女勸不改 很嚴重才起訴而已 就是在香港的法例裡面 是啊 是啊 你不是說... 他們不是啊 沒得談啊 總之先算了你 是吧 沒有啊 他結算的啦 他直接入結算的啦 立刻扣 是啊 扣了啦 直接他就砌了你這張單出來的啦 這樣賺錢的是不是啊 就是按著槍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他的操作是有這樣的現象反應的 那我又有一次他不知道有個銷售來銷售我 就是他們只是看著電話號碼 不知道那個人是不是他的客人 他又問我栽不栽 那樣 就是我有申訴那樣東西 喂 你們這樣罰罰罰一億都行啦 你們說是嗎 這樣 接著他的解釋是什麼呢 不是的 我們做這件事 就是希望呢 讓那些用戶遵守法例 鼓勵他們按照規則去做 嘩 嘩 大哥 你只是好行而已 這麼解釋 你說是呀是呀 就是沒有的 其實你當有一點點 他就是因為你簽了他的合約 進了他的公司框架裡面 你就被他綁實 他就用這些東西去搞你 那你除非 你是故意去浪費時間去維權 想方法 真的去科普 就是錢 時間 所有東西你都要消耗 可能你才有機會跟他有溝通的可能性 那我們最後再問到你一個問題 那王維基現在這樣的解釋 你接不接受呢 王先生 他解釋 沒所謂的 最重要是找數而已 現在正說都說了 其實沒所謂的 其實真的沒所謂 就好像大陸那些資金盤那樣 你投斷那些人 一路付錢一路有水回 實在沒事的 是你最後那一刻拿不到那一刻爆炸 現在會不會想爆炸呢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多苦主呢 因為這樣說的 很多苦主商戶在吵一個點 就是說 喂 是啊 疫情的時候很好生意 現在疫情過了 通關之後 生意跌了一半 很多人都說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H&T Mall 差不多七成的貨都是大陸搬下來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那些叫做 一見待發 有些人是寫著10天交貨的 就是他可以設定10天交貨 其實就是 Dropship 他在大陸 拿個空標 拿些圖上來 然後你一 自己沒有貨 他就那邊買回來香港再交 但是那個倍數是很誇張的 就是他們賣的倍數 可能是 8倍 我見過 有些鴨血那些更離譜 拿貨2元買30 這些是 你們那些人不知道 你買是一件事 沒有所謂 就是你有資訊差 對吧 沒錯 問題就是 你通關 你通關了 那些人去山姆 簡單來說 山姆也不是便宜 不過 你跟H&T Mall比 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是啊 我不用去HKTV買 所以問題就是 很多東西他不會說 有那些價格 搜尋 他可能跟客人聊一下 現在有些什麼 開了多少錢 你們會不會減一下賣 或者怎樣 因為很糟糕的 你是貴 人家覺得是貴 就不會買的了 你疫情那時候就沒有了 因為很多人可能不懂 怎樣去 轉貨回來 或者可能你香港有一半的人 都是要買實體的 那他一去了大陸 那他就買實體了 本來他可能在香港 就肯買虛擬的 因為他不懂 虛擬的就是跟你買 然後他回到大陸發現 原來實體這麼便宜 那他不就不在香港買虛擬 就是這個邏輯是這樣的 你做一個平台 你跟客人聊天 就不是說反過來 我的數字好像不太行 我不知道 我覺得 就行 然後不如 就是這樣 哦 理解 不如這樣吧 我們這次暫時談到這裡 我們遲些看看 有沒有什麼新突破 到時再找黃先生來談 我講的內容就是 我個人看到的情況 就不代表普遍現象 個人看到 好 多謝你 謝謝你 拜拜